这个说实话,这个设计这个肿水啊,这个黄味啊,如果说做成品来,还是这个颜色的话,那么这一颗蛋面至少是在一个,最低是在一个6000万到一个1亿中间的一个价位,这个蛋面啊,这个绝对是这个价位的,但是呢,就是怕它说我们后期在做蛋面的过程中,需要把这边定型的话,我们就要把这边磨低一点嘛,磨低的时候呢,怕它颜色淡掉一点了,这样子的话, 色差一分,价差千里有老铁们,那价格就可能会卡掉一半了,所以这种东西最好就是这样,这样拿着看呢,这样就很漂亮了,不要去做了,啊,除非呢,把这个借底,把这个放在后面呢,下面呢,这个做货绝对是黄阳色的那种蛋面呢,来老铁们欣赏一下,这是我们几个月以来看到黄味最强的一块厚酱料,这个现在内压凹压了,啊,2000下,米亚乌经济多少? 5000,5000下不行,给过4000,给过4000万,给过4000万老铁,2000下不行啊,给过4000万,2000下呢,减个漏,4000万呢,有点勉强啊